我偏好很有想法的 而且会创作的学员 我觉得我是看学员的 区别对待 因为必须要区别对待 就是有些人你不硬 他就是不听 但是有些人你硬 他怕影响舞台上面的表演 是不好的 有些人是需要鼓励的 有些人是需要强迫的 我也没有三年不发吧 但是的确是火三年 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心 因为很多这些大家很喜欢的歌 其实都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 就曾经我在非常伤痛 或者非常非常情绪波动的时候 写的一些歌 就当时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抒发 结果有一天 这首歌可能安慰了一些人 或者陪伴了他们走生命中某一段路 就这种感觉其实是挺奇妙的 那还是我的荣幸 前三亿已经挺好的 毕竟虎铺上面都是直男 对不对 我就是沙雕 我就是沙雕